盛方济安老院的长辈们 用两瓜邀请大家把时间留下来 10月14号当天能西家带震 到头城镇公所停车场 参加爱心园游会 一张一百元的园游券 认购活动已经起跑 我们举办员员会的目的 主要也是要为我们盛方济安老院 照顾这些孤品的长辈 有一些经费的缺口 有成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向社会各界来 劝募所需要的经费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有一样 就是有30个摊位 都是他们大概都是公益性质的 那我们准备的这些摊位的 衣麦品就是全部都是入到 我们的一个照顾股品 长辈的一些基金 园游会号召爱心商店 涉滩支援衣麦 所得将捐助头城股品 长者生活物资 环境清洁 居家修缮等费用 让镇内24里的长辈 可以受到暖心照顾 是的 我们这个生妈基安老院 几乎是每年都会有 生妈基安老院 那只是因为过去的两三年 因为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举办 所以延续这样的传统 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长辈 每年有机会能够跟社会大众来见面 来展示他们在这边的生活 那也希望说能够带动各界的 对我们社区或是甚至自己家里老人的 更多的关心 盛方季原油会已经因为疫情停办两年 今年重新复办 希望原油券的认购可以开出红盘 宜兰新的记者同志 汉秦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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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秦坦报告